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手向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来看手向当中的一些内容 我们看手型来看 整体长色 非常的白里透红 非常通透 长色不错,手型也是四肢 严丝合缝,龙长虎短 均沉相左 中指特别长 然后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它这个驯弓 也就是食指的根部 水星,这个木星丘的位置 非常的发达 而且气色血色都非常不错 这样的手向人 财运必然很好 木星丘饱满的人 一般都是财运非常的强的 这种人常见于 用经营或者是从商来发家 那么因为这个木星丘 本身在手向当中是属于财位 我们看这个十字纹 十字纹出现在主线上 对主线是有阻碍和干扰作用的 那么如果是出现在水星丘和 这个无名指的下面下方的太阳丘的位置 那么出现这个就会表示啊 有一些意外之财 偏财运非常的好 这个有一些这个投资类的项目啊 或者是你看准啊 投资啊 一小博大 博到一回 这个就是意外之财 好了 有关这个十字纹跟木星丘发达 就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昂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手向面向 风水方面的困惑呢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